哈喽,大家好,我来自老挝,叫杨玛丽,是详细的媳妇 在我们老挝,一个村长权力有多大 知道好我弟弟23岁,就当大队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在老挝协想大都可以,还是村里的选择? 这么年轻,不找其他的事做,就来当这个大队 到底工资是很高吗?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弟弟的小一部分 我弟弟呢,结婚比较要早 我弟弟19岁,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呢,在我们老挝是五年换一次这个大队的 然后那一年呢,我弟弟是23岁 然后村里刚刚好五年要换大队 在我们的村里的大队就来给我妈妈和我弟弟说 看到我弟弟也是挺好的一个人 然后上手也是有点高 然后呢,他想把我弟弟选择一个是新人出报这个名字 然后到那一天,村里的人来选择看看能不能选择到我弟弟 那一天呢,我妈妈和我弟弟也是有点不同意 可是大队说,这个呢,是他看到村里的人哪个合适 他要选几个新人 然后,以前的大队呢,也是村里的人还是可以选择 可是呢,也是要找几个新人 因为以前的大队呢,也有的干活挺好 也有的干得是不是很好 然后呢,五年已经到了 他们要换大队 所以呢,村里的大队就过来 把我弟弟的名字也报上去了 后来呢,到他们要选大队那一天 我弟弟也去了 没有想到说,村里的人要选择到我弟弟的 因为他们也有几个新人 然后,以前的大队呢,也有五个 然后呢,加好几个新人,也是有十多个的 然后那一天,村里的选择,也是选择到了我弟弟 当时,你不想当这个大队,也没有办法 因为村里的选择 然后,你没有办法说,啊,我选择到我了 我也不干的 啊,选择到你了,你必须要干 要干到五年 如果到五年以后,你掉下来了 就可以不当这个大队 如果五年以后,啊,村里的人还是选择你呢 你还是可以冲击当大队 再当到五年以后,再说 那一天呢,选择到我弟弟了 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家里人也是挺开心 包括我也是挺开心 可是我们家呢,是考那个割交挣钱 割交呢,也算是种地 不过呢,比种地要轻松一点 然后,挣钱要多一点 我弟弟来当这个大队了以后呢 时间要陪我弟弟老婆出地里割交也是很小 一直以来呢,都是我妈妈带孩子 然后,啊,我弟弟和他的老婆出地里割交 而两个小弟弟呢,还上手 所以我们家呢,都是光靠我弟弟和他的老婆割交挣钱来养一家人 我弟弟来当这个大队了以后呢 我弟弟也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每天,啊,一两点都要起床出地里割交 然后哪一天如果村里有事情要出办呢 他五六点就回来吃完饭就出办村里的事情 然后特别特别也辛苦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村里喜欢你来搭这个大队 村里的人选择你呢 也没有办法 在我们老婆呢,一个大队工资是很低很低的 我弟弟呢,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三十万的老婆币 三十万老婆币换上人民币就是一百多 都不到两百块钱 所以我弟弟来当这个大队 也是村里的人选择 然后没有办法 也不是为了挣钱 然后,啊,才来当这个大队 这个大队呢,很多人他们都是想麻烦 不想当大队的 因为村里的事情也是挺多 然后呢,工资也是挺低 你来当大队了 你每天都是要在家 我弟弟当这个大队呢 我也不知道在中国这边是 是叫什么管理 就是在我们老婆 村里的人如果要买一块地 还是村里的人要卖一块地呢 他们要来叫我弟弟出办那些证件 然后村里要盖章签字什么等等的 那都是我弟弟的管理 其他的大队呢,他们有他们的管理 可是这个呢,是我弟弟的管理 如果我弟弟不在家了 还是没有时间呢 他们都是要等我弟弟回来之后 我弟弟才和他们一起去看这个地 是在哪里有多大啊,多宽啊 然后要卖多少钱啊 都是我弟弟的管理 我不知道在中国这边是叫什么的单位啊 还是怎么说这个话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我弟弟每天正常出办事情 都是这样的事情 我弟弟来当大队那一年呢 我弟弟有23岁 现在我弟弟有25岁了 当大队了两年 不是我们老婆那边 每一个大队都是这么年轻的 也有的40多岁 50多岁都有 在我们老婆呢 一个男人结婚了以后 都可以有这个选择来当大队 还是在村里干什么事等等 都是可以选择的 不是说要选择那种岁数大一点 还是要选择岁数小一点 也是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村里的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管怎么样呢 也是要结婚了之后 村里的人才可以选择你的 如果你有40多岁50多岁 你没有结婚 没有老婆呢 还是村里的人还是有一点觉得 你们有一个老婆来管你的家呢 肯定还是不行的 不管怎么样呢 也是要有老婆孩子 然后特别重要呢 也是自己做事特别认真 村里的人才会要选择你来当这个大队 也不是说学想当都可以的 在老婆呢 有很多老婆人都觉得当大队很有面子 他们都是很想当 可是村里的人不选择他们来当这个大队 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我弟弟20多岁 就来当这个大队 也不是我弟弟想当就可以的 也不是为了钱 这个呢 是村里的人选择了 没有办法 这个岁数大岁数小呢 都没关系 如果有老婆孩子 你是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是很认真啦 村里的人喜欢你啦 也是没有办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